我从小喜欢刺绣游水开始的奶奶 看她做的 她给我们教 我叫妮莎哈图干 我来克斯拉苏克克斯斯州 我今年无师 我是阶级学院 制作铺杖瓷绣的专业老师 小前在开始 依诸克克斯州的传统文化 瓷绣服装 书工编织 传统文化 依制作 这个是一岁到十六岁都隔两名传的 这些女猫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 这个是顶红的时候 姑娘们劝的 裙子上面 衣服 还有那个白家的猫 图诗 绽放 刮痰 靠点 还有旅游产品 那种的地方 她的那个图案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老人的中年轻的小娃娃的姑娘的结婚的时候用的 还有那个没有结婚的时候用的不一样的 她的那个颜色和图案的意思不一样的 碰开做的 我们柯格斯书的测绣用这个图案的遗色 最多用的就是羊胶 龙 龙胶 还有那个太阳 太阳代表那个图案 柯格斯书的 这个羽毛是我做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羽毛 最喜欢那个红色 蓝色 绿色 蓝色是表演蓝天 绿色是牵上草原 红色是那个红红火火的意思 还有那个红太阳的 好多年研究现在那个以前的和现在的服装的那个结合 我这个圈的这个 这个妈家和那个显代的这个裙子一块配的花这么漂亮 现在的人也喜欢就是那样圈的 我们国家的正式免费提供他们的培训 现在的年轻人学的太小 不想学习 他们那个很辛苦这个事情 他们想的 农村父亲们 他们40岁以上的想学习 他们学完以后好几个开了那个颠覆 包括民族服装店 还有私塾店 还有那个厂里面国家的正式 免费他们的提供颠付 还有不要离惜的贷款 我们自己本地人用的另外 内地人人也是那个利物产品呀 小的东西呀 白假帽呀 小小的那种的模型 他们买的也多 另外我们出口还有那个 加萨克斯坦 治治斯坦 瓜坦 路子 那样的出口 三十年一直来 努力了全城民族文化 我一直上学校尽业 开一个 柯克斯坦的瓷修 特色课程 为了让年轻们 多了解 柯克斯坦瓷修的文化 未来我希望我们 柯克斯坦的全城文化 能够继续全城杀取 在这条路上 我永远不会放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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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